上啊 咦 有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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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邊 看看地圖 拆了 我要放它下去了 放吧 啊 死了 真的 趁心 行 行 今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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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晨 啊 早 晨 啊 我的美人又睡到晚上八上才起床 下完一晚大雪 今天天清了很多 這個Fall Pond by Sheraton 早餐就去到早10點 我們隨便衝進去吃早餐 這間酒店的早餐都是報妃 跟很多咸館的酒店一樣 這裡都是任北刺身做海鮮丼 這裡的刺身一共有七款 有三文魚、魷魚、雪魚漬、甜蝦、吞辣魚蓉 三文魚漬、還有三文魚子任食 大家真的要欣賞我自己砌的刺身飯 和我昨天在咸館朝市買的飯比 我覺得我做得比它好很多 我們訂酒店的時候已經包了早餐報妃 就算你訂房的時候沒有訂早餐報妃 你就有入口吃的早餐也是2000日圓 怎麼算都比你去咸館朝市吃 這菜要拿,超美的 我喝酒店的酒店 我喝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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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醉了 我喝醉了 我喝醉了 早餐喝醉的啤酒 你看酒店多神奇 早餐都會有醉的啤酒喝醉了 這裡還有很多北海道產的新鮮食材 再加上一人一角海鮮丼 其實真的超級抵調 天氣預報就今晚開始了 出發去吃雪 出發去吃雪 吃雪 今天是富士道的咸館 哇 哇 踩下雪堆了 OMG 你看多深 只不過是一陣 其實應該比一陣子 但還是很厚的雪 天氣預報就今晚開始了 去到之後那兩天 就會有寒流 那我就看氣溫就會由零下的1度 急降到零下的15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為什麼有什麼感覺啊 哈哈 沒有感覺 其實不動 雪地很難走 雪地 又要舉機 又要看路 真的不容易啊 葉師傅 吃完早餐我們就出發了 是啊 我們又回來咸館朝市了 在酒店旁邊實在太近了 離開咸館之前 還有一樣咸館名物是未吃的 雖然我們早餐已經吃到很飽 但我們還是要來這個小丑漢堡朝聖 咦 來了 食物來了 謝謝 謝謝 好 就說了就有食物 其實這個就是Vanilla Shake 朱古力奶 Vanilla奶色 其實比我想像中小杯 但對於我們這些已經吃到超濟 人家說得剛剛好 來到一定要吃這個咸館必吃的小丑漢堡 好像是最出名的這裡 我想說很多人吃 現在是11點而已 是嗎 是啊 薯條 沒什麼特別的都是薯片 薯條 這個是它第一名的炸雞漢堡 這個應該大概三倍大的 麥當勞 魚柳包 我們已經特地點了一個小的 但好像很大份 拆來看看 梅蟲穀竹的四種不同的份量 最後是特上的 我們這個是梅的尺寸 即是最小的尺寸 嘩 梅也這麼大 嘩 超大 嘩 怎麼辦 吃不完 這裡好像是用北海道雞 北海道小麥去做的 這個要嘴很大才吃得到 吃得了 裡面有些甚麼呢 裡面有生菜 沙律醬 炸雞 其實沒有甚麼 我還以為有番茄 甚麼都沒有 只有包、炸雞和生菜 炸雞上面有燒汁醬 裡面有加沙律醬 對 嘩 嘩 嘩 很大塊 我以為是雞粒 原來是雞扒 對 很大塊 沙律醬很酸 我剛才試過的雞煲 我覺得挺好吃的 雞挺嫩的 而且那個是炸雞 它不會是炸得很脆的 它是軟了醬汁 然後有點濃 我覺得也對 因為炸雞漢堡 炸到雞很脆 你夾到一塊漢堡 其實會嚇爆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個蠻好吃的 味道蠻好吃的 讓我嘗嘗這個 我覺得它的質感好像是軟 雪糕 我先嘗嘗 看不見 其實呢 我已經絕到飲館都扁了 它很實淨 就是它很不水 它很cream 比原雪糕更濃 cream味很重 也有vanilla味 但比較假的味 說回這個小秋漢堡 其實這個小秋漢堡只有鹹館才有分店 但是呢 整個鹹館都有小秋漢堡 每一間小秋漢堡的主題都不一樣 好像我們這邊就是很多畫 然後又有些波衣的主題 這裡的裝修其實很漂亮 很有美國風 我看到原來在其他分店會有其他主題 例如什麼天使主題 然後有些店舖 全部都是千秋的椅子 是很特別的 我們今天叫的這個中文譯 就是中華雞腿漢堡 這個是人氣第一 其實還有一些例如蛋漢堡 這間漢堡店的創辦人 他在做小秋漢堡之前 其實是開中國菜 中國餐廳 所以你就會看到 它的人氣第一 是中華雞腿漢堡 其實它不是消毒來的甜酸醬 是富有日本風格的甜酸醬 很多日本本地的人都來吃 我看到 不過他們就吃蛋包飯 我看到有些 我剛剛看到有人叫炒麵 炒麵的量應該好像那些 寬闊 就是一個炒麵可以兩個人吃 那隻份量 應該真的是咸館人的食堂 我覺得我剛剛來到北海 剛剛來到咸館 我覺得一些人都普遍地對 挺熱情的 這個感覺 走在遊客區 因為住在車站和市場附近 市場裡全部都做遊客生意 我的意思是 你去到不同的城市 尤其是現在越來越多人去旅行 其實遊客的滋擾對當地是很大的 無論你是甚麼人都好 很多遊客湧去一個地方 其實都會對當地的人 是有些滋擾的 但我覺得走本的人都很友善 即使是見住遊客 我不知道是否是COVID之後 有些很久的遊客沒有來 他們的容忍力 又上去Max 然後慢慢移動 我覺得對我的感受是不錯的 即是那些人都會對遊客很nice 可能會開關 當然我們都要好好behave我們自己 不要帶那麼多麻煩給其他人 吃飽飯 我們終於離開咸館市了 我們就坐JR列車 由JR咸館站去大沼公園站 車程就很快 如果坐北斗號特急的話 半個小時就到 我們的趴市已經包了這一程 但如果坐慢車的話 其實就要整個小時才會到到 到站之後 我們就九衝酒店射下行李先 這間酒店是學瓦酒店 溫泉旅館來的 我們訂的就是一泊二食 包了晚餐和早餐 Room Tour就稍後再做 我們現在馬上出發去大沼公園 大沼公園這裡真的很厚雪 我們隨便找個位置 都可以躺下做天使雪人 嘩!吃光了! 嘩! 好冷啊! 不行! 快點起吧! 快點起吧! 塗漏蚊 塗漏蚊 嘩! 冬天去大沼公園 有一個必玩的活動 就是冰上釣魚 大沼公園裡面 有好幾間公司都是做冰上水釣的 但當日只剩一間開門 冰上釣魚一個人就1600日圓左右 已經包了所有用具 你還可以另外加錢租帳篷 我們當然不加醬蚊就這樣釣 其實也不難 只是副熟度而已 下雪 他說要剪一點 等到有些味道散出來 魚才會吃 就像他這樣 我們釣的魚叫做西泰公魚 它繁殖力是超強的 在這些湖是非常常見的 其實比想像中容易釣 放魚餌下去一陣 就已經有魚上釣了 它就會很快釣的 你不可以那麼慢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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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最難都不是釣魚 最難是怎樣在魚鉤上釣魚 和換魚餌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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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不! 還沒死到! 頭扯吧! 看我的底部 拆掉了! 我要放它下去了! 好!放吧! 快死了! 有嗎? 好! 好! 神啊! 咦! 有一條! 有一條! 在那邊? 捉哪裏? 捉住眼的下面 捉不住! 捉不住! 牠在這裡 牠動了! 上啊! 現在停不住! 上啊! 上啊! 嘩! 嘩! 姜太公釣魚! 原者上釣! 真的有條魚上過釣啊! 本身以為呢 冰上水釣是件很難的事 原來呢 超級容易就釣到了 只要你肯勤力一點 不停地釣 不停地換魚餌 不要讓魚餌在水裡靜止 然後結冰 魚餌就會散發它的香味 魚就會很快上釣了 我們釣了一個小時左右 其實也釣了差不多一盤魚 真的認真的魔人有魚吃 瘋狂影? 認真魔人 瘋狂釣魚 一小時的限時 你釣了超多魚 嚇到老闆 說釣了這麼多 然後重點是 你看 功夫命的釣到手 釣到手套 就是斬手指 我的腳都快要斬了 我看到 犧牲的手 你看我的犧牲 嘩! 我的手很紅 很紅 因為釣魚不能戴手套 因為魚絲 魚餅 太幼了 嘩! 看我的成果 釣了不太久 就已經一盤魚了 魚如果想煮來吃 就要另外加700日圓的烹調費 釣得這麼辛苦 沒理由不吃完 這間的做法就是 焦鹽西泰公魚 我看外面有些會幫你做天婦羅 嘩! 你看看 我們這碟炸得非常之鬆脆 再加上自己釣的心血 真的非常之好吃 雖然腳趾已經凍到沒有感覺 但這個冰上釣魚活動 絕對是一個難忘的體驗 其實在大沼公園釣魚 可以釣到四點 但因為那天實在太冷 我們頂不住 還是快回來酒店 這間鶴瓦溫泉酒店 就在大沼公園JR站的旁邊 沒雪的情況 走五分鐘就到 酒店大棠 很有森林 裝園的感覺 前台放了很多歐式茶具 大棠也放了一盞歐式的大水晶燈 還有復古沙發 如果對自己內行能力有信心 還可以放這個雪地單車出去玩 都是2000日圓一個人 我們訂的房型 有個大的私人溫泉風呂在房裡 這間房也挺大的 接近1000呎 還有一個鋪滿雪的露台 可以讓你任玩雪 因為是淡貴 所以這次房間 連一泊二食 都是3000多元 性價比滿滿 跟大家開箱一下 大潮公園的溫泉旅館 學雅 我們現在站在圓關的位置 圓關一進來 就已經是個睡房了 這個是一個雙床房的房 比一般溫泉旅館 這個雙床就比較小 這一格 就是裝睡衣的 睡衣很普通的白色睡袍 只可以在室內自己的房間穿 再來 最底部就是玉衣 分了男裝女裝 這間沒有特別的玉衣 穿出來的 沒錯 這個比較平實 這邊 就會有一個mini的pantry 咖啡機 還有一系列的咖啡 這些應該是些capsule 就是capsule的咖啡 沒錯 還有一點點麵包 這些就是給你用來送咖啡 放在旁邊半碟的東西 開瓶器非常重要 開瓶器非常重要 沒有酒 有酒嗎 有 我們有 好 再下來這裡 就有個雪櫃 雪櫃裡面 是一些welcome snacks 是不是布丁來的呢 好像是 奶凍 這邊就會有些熱水壺 杯 可以在這裏對雪櫃 這裏應該是私人花園 可以自己出去用的 衣櫃的東西都很齊全 衣架 行李架 噴衣 那些東西都齊全 再下就還有一個夾蠻 還有一些外套 就是穿肉袍用的外套 因為餐廳的位置 要走過一條室外的地方 所以一定要一件這麼厚的外套 穿著過去 你以為房間只有這麼大 其實這裏只不過是其中一半 對 另外一半在哪裏呢 就是要通過半室外的走廊 嘩 外面很寒 對 這裏已經是室外 現在的溫度是-4度 這裏門打開之後 就是另外一個地方 這裏呢 其實就是它的Entertainment Room 我們再進去看看 嘩 真是一個很大的空間 是讓你任意在這裏玩 這裏有另外一套的Pantry 下面有卡拉OK櫃 它的音響都在這裏 但是又不算很貴 只是幾千日子一支走 這房間進來已經特別暖 以為它開了暖氣 原來這個位置是地暖 對 它是地暖 為什麼有隻拖鞋在這裡 你很噁心 嘩 這個位置是地暖 可以放在這裡睡覺 對 這房間一進來 就已經覺得很熱 以為暖氣開大了 其實是保持地暖 雖然這房間真的很熱 這裏是用二萬鞋的音響 它是一個separate的音響 我們準備進去最重要的地方 室內溫泉風呂 這裡是私人浴室 傳包牆 看著雪景浸溫泉 重點是這裡可以開一點窗 讓自然的風流進來 半露天 這樣就沒那麼熱 沒那麼熱 也是 嘩 外面好冷 要拍一下我們私人的花園 這裡的溫泉是比較常見的碳酸泉 也叫做單純溫泉 還有個名叫美肌之泉 浸完之後就會水亂潤滑 皮膚滑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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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特點是透明模式 泉水性質溫和低刺激 基本上男女老幼都可以浸 最後這個位置就是洗手間的位置 致忍護血色 風能機 用來滑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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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屎萌的後面就是另一個浴室 其實在溫泉的位置已經有一個浴室 這裡還有另一個 這裡有浴室的浴室 等下美女夠多久才關門 甚麼 美女已經關門了 對 那邊 好痛 我跟我說是你喜歡的嗎 是幾坡的 是幾坡傘 20度走去吃飯 真的來過冷飯 對 跟我說你不要太熱 怕你太冷 怕你太熱 這間酒店的晚餐是吃日發Fusion菜 進來餐廳就被中間的大火爐吸引著我們的目光 這個火爐是用真的柴火燒的 火爐很高很高 還有一個直通屋頂的煙通 上面還加了一套像一棵樹一樣的燈 設計得很漂亮 非常之搶眼 我們今晚的晚餐是個6 course menu 每一道菜的份量我就覺得有少少多了 這裡有一間自家開的法國麵包店 去供應餐廳的麵包 當然都是用北海道產的小物 他們提供的麵包種類 口感和味道都很多 全部都很高質 一層是膠 這麼多牛肉 這一層是脂肪 下面就是肥豬肉 這裡是南瓶吞拿魚 一杯椰菜 嗯 還有這個 Mountain Wasabi 對 他剛才的介紹 這個 Mountain Wasabi 是混合了Mayonnaise 我們試試吧 我覺得以前菜來說 這個就真的偏油膩一點 人們一般會選比較清爽一點的前菜 是不是 這個就比較重口味一點 吃完頭盤 市英哥哥就過來跟我們說 可以選擇Wine Pairing 那更好 我們不用想那幾道菜要配什麼 我自己就覺得OK 我的第一口 就是咬下去的時候 覺得它好像會不會老了呢 但是吃下去的時候 其實它都很嫩的 它本身的肉質是這樣 Cock Fishing 好 試一下這個鴨 鴨胸 和鴨肝 鴨肝 鴨肝好像很生 我應該先嘗鴨胸 再嘗鴨肝 沒那麼重味 下面是炒雜菇做底 這一道鴨胸 是雙主菜之一 看下去就覺得鴨胸 好像血淋淋很生 但是吃下去 質感是不會有一種很血腥的味道 其實鴨胸應該已經煮到全熟了 咬下去有豐富的肉汁 肉質也很軟軟 好像在吃Baby Lamb 一些都不像平時吃開的便宜鴨胸 沒有鴨味 主要又乾又柴 有一點像洋蔥湯 其實我一拿上來 就已經很嫩的感覺 先試一下 還有蟹蟹 還有就是舊魚 舊魚因為拿去煲 所以會有點冷 煲得很熟 魚反而我不太喜歡 煮得太久 就變成煲湯的魚渣 我以為是拿其他魚煮完的湯 然後再把舊魚下去做個樣子 所以魚是會嫩的 但是這個是真的拿一條魚去煲的 我一定 我不喜歡這條魚 其他可以 蟹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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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蟹� 這個是北海道的Beef Ceylon 我會切了頂 它切了上面那塊是肥的 因為它Ceylon也不像Ceylon 這塊真的很嫩 它真的是RAR 它真的緊緊熟 很嫩 毛巾 一咬就越鬆 但有肉味 即是跟其他人產的牛皮 它是很濃的肉味 對 有點像美國牛 它不是像和牛 我覺得是很直溶 肉味重很多 應該一定不是A幾那些 因為油花不夠 但肉味很濃 想不到 巧克力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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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米粉 謝謝 兩個巧克力蛋糕 一個是蘑菇阿蟻 白米粉 還有白米粉 神經病 巧克力蛋糕 神經病 今晚的Wine Pairing 一共配合了五瓶酒 加上最左邊自己叫的香檳 當中最有印象的酒 反而就是最右邊如是產的甜酒 喝起來不是死甜 又很有層次 配上甜品一起吃口甲 整體來說 看著這裡的雪景 去吃這一餐日法Fusion菜 感受一下日本獨特的和洋混合風格 都算是日式傳統溫泉旅館之外 另一種好好的選擇 酒店大堂旁邊有間酒吧 叫做Crofford 這間酒吧 裡面放了很多元祖北海道鐵道的相關歷史圖片 中間還有一個會適閒適酒的模型鐵路 這個酒吧晚上會有啤酒紅白酒喝喝的 去到晚上的11點鐘 我們吃完晚餐回到房間浸泉溫泉 之後再來喝一杯咖啡 真是爽歪歪 再一次驗證 在日本酒吧喝咖啡 真的會考驗你有沒有糖尿病 The next day 這是一個結冰的湖 哇好大啊這個湖 現在負十四度 沒有人走的湖 今天包場游湖 好大啊 好美啊 好像去了北歐 好像北歐 那些山全部都很雪 很北歐 有些像Horstatt那些 但Horstatt沒有結冰 這裡叫了冰 Horstatt我們去最冷的晚上是負七度 這裡負… 今天負十四 濕濕的 一大清早來到酒店大堂 就發現外面有個世外桃源 這裡就是位於大沼公園的另一個湖小沼 我們從酒吧的另一個門出去 走一條小小的木棧 就會來到小沼的湖邊 哇這裡一個人都沒有 看出去是一望無際的雪景 好寧靜啊 今何を見ていた あなたの影を見た 優しさにふる 第二天早餐就回到同一個餐廳 這裡的早餐就沒有晚餐那麼多食物 都是那些腸蛋包湯和奶 那類常見的西式早餐 比較特別的就是 它配了咖喱龍湯做早餐 哇真是 一早就要吃這麼重口味的東西 真是有點不習慣 很多時候一搏二食 就算可以選擇洋式和式的早餐 我都會選擇洋式的 因為日本的早餐有時真的不適合口味 那些不知混合到一坨野的納豆 還有那些咸到神虧的植物 再加上咸到爆的燒鹹魚 有時真的不適合口味就不要勉強 吃完這個豐富的早餐 今天就結束兩天一夜的大沼公園之旅 可能不是旺季 整個大沼公園都沒有什麼人 非常舒適 來這裡就不會像平時的溫泉酒店 去過很熱鬧的手信街玩一天的體驗 這裡更多是給你一種很寧靜的一個度假感覺 如果價錢都沒有什麼得輸 你平時在香港吃餐、法國餐 逛逛逛逛都一千多元 如果還要開酒的話更貴 這裡有三千多元 還要包含早晚餐 還有一個帶到油水的私人溫泉 真是鴛鴦汽水玩足兩天都值得玩 雖然說溫泉水不算特別 但整體來說我都覺得是絕對值得玩的 下一集赤鴦仙尼大風雪 最適合停泉 我們怎麼走呢 這條片就來到這裡了 記得comment、like、share和subscribe 我們下條片再見 Cenолн和 B це Amaya subscr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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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Taste 感谢观看